这家网红炸鸡店背后藏了大秘密 店里每天作物续席 门口也大排长龙 日均营业额高达230万韩元 老板收钱收到手软 但他却完全开心不起来 因为他们没时间监视毒贩了 这五个人其实是缉毒组警察 业绩惨淡 正面临解散危机 不过这也怪不得上死 实在是他们烂泥扶不上墙 每次行动都是状况百出 小毒贩想抢路人的车逃跑 但你惹谁不好 偏要惹中年大妈 下一秒就被揪出车外 坐在马路上一脸懵逼 之后双方又开始了你追我赶 与警察小张跑到脸上的肉肉都在抖动 而老马悠哉地骑着小电驴 一气飘移撞倒小毒贩 没成想忘记戴手铐了 被小毒贩偷使电音 最后还是靠大巴车才抓住了人 警察反倒成了围观群众 不过也导致15辆车连缓追尾 还有辆汽车故意撞上去骗保险 为了挽救濒临解散的小组 他们打算解决个大案子扬眉吐气 正好得到了某个贩毒组织的消息 他们便蹲守在楼下日夜监视 小明早上伪装成维修工人 下午装作跆拳道选手 晚上又装成装修工混入人群 结果真的被当成工人带走了 而负责在天台监视的老马 被大妈误会是偷窥狂魔 报警把他们几个全抓了起来 还对老马的长相经营人身攻击 他们担心被目标发现身份 上了警车才拿出警官州 之后五人组在隔壁的炸鸡店继续建设 对面有着十几个标型大汉把守 除了外卖员没人能进去 他们问老板缺不缺外卖员 可炸鸡店生意太差 老板正打算把店铺卖掉 小明举手大喊 这的确是个好办法 但上面肯定不会批给他们经费 族长老高孤注一掷 预知了自己的退休金 买下这家炸鸡店 开始了他们的窃听行动 但时不是有客人上门 给他们造成了很大麻烦 这样下去肯定行不通 炸鸡店怎么能没有鸡脉呢 老高让每个人都去炸鸡 选出做的最好吃的人担任大厨 有的根本没炸熟 有的差点炸成焦炭 只有老马的厨艺得到所有人的称赞 金黄酥脆的炸鸡 搭配独家的秘质调味料 酸看上去像是黑暗料理 味道去好吃的不得了 店内五人分工明确 小张负责上菜擦桌子 老马在厨房做炸鸡 小明专门处理要用的食材 就连唯一在监视毒贩的小金 也被叫回去装水装盐 这群警察为了装补毒贩 看了家网红炸鸡店 竟然占得盆满钵满 老高递给妻子一个购物袋 妻子打开一看 像他掉到地上 里面居然有个名牌包包 老高解释他工作表现好 上面发了奖金 晚上小金监视时 发现毒贩有异动 他马上呼叫队友出动 但他们正忙着接待客人 根本没人听见他的话 小金只好自己开车跟踪 不要对方两辆车分头行动 小金随便选择一遍跟踪 被旁边的汽车拦了一下 彻底跟丢了目标车辆 回到店里后 小金质问 马马站起来说 就你小子累吗 小明也说他闻到洋葱的味道就想吐 小张表示每天打扫餐桌也很累人 为了让生意变得惨淡 他们直接把价格涨到三万六千韩元 轰走了免费宣传的新闻人员 只有我来店里的客人更多了 还传出了皇帝炸机的美名 成了游客必须打卡的观光地 不得已 他们只好限量销售 功夫不负有心人 某天目标重一点的炸机外卖 开门的人却是一位大妈 原本住在这里的毒贩组织已经搬走 网上还爆出了炸机店的丑闻 老婆也发现他是卖炸机赚的钱 生气的说干脆趁机辞职 这样他就不必担惊受怕了 炸机店的生意一落千丈 却有个莫名其妙的投资人找上门 他们以为这人是骗子 投资人直接拿出一箱子钱 买下他们的品牌和配方 在全国各地开办连锁店 都说顾客就是上帝 分店的服务人员态度却特别差 厨师每天忙着干饭 店里有客人点餐也不干活 动不动就和人打架 他把客人往外面赶 老高他们在网上看到这件事 觉得自家炸机店品牌的名声都被搞臭了 这生意还怎么做下去 当即去找投资人讲道理 投资人保证会管好员工们 可老高刚离开 旁边就有人问要不要杀了他 投资人说不用 会长吩咐国要低调行事 得到保证后 老高还是不放心 他们一起调成了其他分店 发现店里一个客人也没有 外卖单子却多到一场 而且每次都要点20只炸机 更奇怪的是 客人一拿到炸机 就直接丢进垃圾堆 看来必须去现场转一下了 他们跟踪后发现 每天的外卖路线居然完全一样 这个客人打算用银行卡付款 竟然被外卖小哥抢了回去 一份炸机有那么贵吗 老高抓住这个客人 看到他手臂上有注射留下的淤青 原来贩毒组织以卖炸机为掩护 巧妙地进行毒品贩卖 而且这家炸机店还是基督警察开的 老高决定戴罪立功 然而小马哥混入分店打探情报 不小心暴露了身份 被毒贩组织逮住了 当老高他们来到炸机店总部 这里的人已经全部撤离 幸好他们装了情侣定位软件 找到了小马哥的所在地 另一边重案组也盯上了这个组织 想抢先一步立大功 却被轻松打趴在地 警察举几枪正要射击 对方就被校车撞翻了 晚上这群坏蛋正在挖坑 打算活埋了小马哥 他在椅子上不停扭动 手下发觉不对 一铲子砸下 还是迟了一步 小马哥成功挣脱了束缚 扛起眼前的敌人 重重摔在地上 然后三两下干到其他人 这是毒贩老大要开车逃跑 小马哥立刻趴在车上 跟着来到某个码头 看见毒贩老大正在进行交易 对方人多势众 小马哥再厉害也打不过 不过这两方势力恩怨极深 小马哥使出大招 警笛声响起后 坏人们瞬间慌了 毒贩老大直接挟持对方老大 威胁他们把刀放下 两个帮派开始互相厮杀 就在小马哥坐山观虎斗的时候 老高他们跟着定位赶到 没搞懂情况的四人刚一来 就对上一群穷凶其恶的罪犯 毒贩老大表示可以饶他们一命 但到底是谁要饶过谁一命呢 小马哥针对着其中一个人狠揍 因为这家伙曾经说过他长得丑 小金以前是海军特战队的特种兵 每招都能轻松折断敌人的手臂 小张则是泰拳冠军 没有人能够借下他一拳 小明是棒球部出身 特别耐揍 老高更是有着丧失的外号 挨了十二次刀都没死 只见他抱住对方的腿 即便身后有人用棍子砸他 他也要先把手上的解决掉 毒贩老大见识不必要转身逃跑 老高赶紧追上去 不让对方有个超强的女保镖 差点被人踩断脖子 信仰小马哥及时出现 拦下碍事的女保镖 老高突然出现在船上 俩人展开激烈打斗 老高像丧尸一样扭动着身体 然后一口咬在毒贩老大的腿上 等到警察大部队深深来迟 所有罪犯已经被绑在地上 五人气势迅迅地坐在椅子上 影片最后 五人组因为立下大功破格禁声 上司也打示了解散他们的想法 好了 今天的电影推荐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